下一个叫做这样碳酸钙分解100克小心收集多少多少 OK 那不就是应该又100吗 不就应该100吗 因为质量守额 反应前后质量不变 所以你全部都收集到了就100 这前提是说它仔细的收集 它产生碳酸钙产生氧化钙跟二氧化钙 它全部都收集好了 所以就会反应前等于反应后 但如果你只看到剩下氧化钙 那氧化钙就不会有100克 就会比100克少 比它少 所以就说告诉你 你要通通都要算到 这里有全部算到 但就没问题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有完全算到吗 小心收集全部的二氧化钙跟水 那它有全部算到吗 那有全部算到就没有问题啊 就质量守恒啊 那如果有漏算就会不守恒啊 那停车站接问 它有没有全算到呢 来 22号 22 B B请坐下 答案选的叫做B 蜡烛燃烧 蜡烛燃烧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少 因为少算氧啊 是蜡烛加了氧 才会变成二氧化钙跟水 你蜡烛就50克多了氧之后呢 已经比50克来得大 所以你的二氧化钙跟水 加也会比50克来得大 你没有算氧啊 你的产物收集很完全 可是你露了前面的白雾还有什么 白雾还有氧啊 不是蜡烛就自己变成二氧化钙跟水啊 还要加上氧啊 所以你少算一个氧嘛 少算一个氧 OK 然后呢 请问你这里又写一大堆啦 五公克二氧化蒙啦 锥形瓶加起来25克啦 双氧水40克啦 倒下去啦 他讲的是锥形瓶哦 而且看起来这个锥形瓶 要从瓶口缓缓道路哦 那会怎么样呢 要从瓶口缓缓道路 那要怎么样呢 来 来 可爱大美女 可爱大美女叫做 起来五号 起来五号 CE哦 CE 请坐 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锥形瓶连二氧化蒙25克 你有双氧水40克 所以全部重65克 那为什么是55 这个从锥形瓶口缓缓道路 表示它有没有封口 没有封口 它会产生氧气 氧气会跑掉 所以质量会变少 会比我们的65要少 所以答案不会是猪 答案不会是25 不可能25啊 你锥形瓶加二氧化蒙就25克了 什么可能是20克 然后你还有到双氧水 双氧水产生水跟氧 还留下水下来嘛 所以铁硬比25要来的大嘛 所以比25要大 比65要小 所以答案就选谁啊 答案就选55嘛 这就是没有全部算到嘛 质量守恒要全部都算到 才会反应前等于反应后 你有少算 你有漏算 它就不会守恒 就考这个 所以很简单 质量守恒的简单小问题 OK